那各位記得我們今天的主題是什麼嗎? 準備跟影像處理說拜拜對不對? 所以不好意思啦齁 準備的意思就是還有一點點要留在裡面 哈哈哈哈 雖然線上服務還是很豐富 但是不可否二還是有一些沒辦法做到的齁 我們只好留一點在地上先做完 再放到天上去 OK 那我們現在呢 要用一個 各位呢我們的那個 影像處理軟體齁 叫做Photocab 這台灣之光啦 在這裡 好 有沒有 你點開 這個不用安裝的 好這個不用安裝的 所以你點開 裡面會有一個小驢子 欸 有有有 有沒有 有這個小驢子齁 你點兩下就好了 你回去之後如果你是從 那個OneNote這邊下載 我有放在雲端一點 一樣解壓之後就可以用了 好有沒有跑出來了 跑出來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這一套軟體的話其實 也有一段時間了 台灣的人做的 那它比較特殊就是 早期可能各位你們現在 在用的這些影像處理APP的那些概念 像我們剛剛加一些什麼 加一些圖庫啊 有沒有發現下面也有 欸它就是以前就是這樣做的啦 只是現在呢大家比較方便有APP 那我們今天要利用它做的是什麼 那個文字的部分 你從這邊 點一下有沒有很多文字的樣式 對不對 你就可以從這邊挑一個 你覺得欸比較適合我們聖誕節的感覺的 好假設你要這個感覺 好點一下 好進來之後呢我們就 挑看看喔 我記得我們這邊好像沒有太多字型 還好 就只有標準的喔 所以我就只要用黑體 欸對了 順便問一下大家 請問你自己電腦裡面有沒有什麼字型 沒有 你們對中國文化 完全不需要 你認為 你認為 細明哥那個就夠了 你們好殘忍喔 在這裡 麻煩你看一下 我有幫你準備 往下走 有沒有免費字型 何處詢 這樣調節 所以 不要客氣好嗎 可以自己拿 拿著就走 這不用付費的 那這裡呢 有王漢中的 這應該是比較常見的 就大概48號字型左右 他有一些特殊字型 他有 那另外呢 這裡也有一個 蠻不錯的 這個是 那個 這個好像是一個 德國的一個 漢 漢語的一個研究學院的 他有釋放出來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 比較特殊的中文字型 喜歡就自己下載嘛 這樣可以吧 不要留名字喔 因為沒有地方可以留名字 OK 那字型安裝應該就不用我教了 因為大家都會的 點兩下就放進去了 所以這個是 給您先看一下的 那我們來這邊 沒辦法啦 只能用比較粗一點的啦 因為要做海報嘛 海報或者是那個 大部分 我都會用稍微粗一點的 就只有黑體而已 好 選好了 比如說我們 好 假設這樣子你挑好的 那大小那些我就不用講太多 你要放大一點 你就把它放大一點 這樣子 也可以自己從這邊拖曳喔 沒有人規定一定要正的嘛 你也可以在這裡先歪 都好 好了 如果你想要加一點 裡面的東西 你可以看一下 在這個軟體面有一個很特殊的 我目前看到 沒有其他軟體有 有沒有看到我們下面有 1 2 3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先看一下 平常如果你覺得這個太多 你是會這樣拉開 大部分會這樣做對不對 抱歉喔 人家沒有那麼麻煩 1 2 3 哈哈哈哈 稍微貼心一點點對不對 那你就看看 你想要哪一個 假設你想要這個 點一下 你可以把它丟進來 有沒有進來了 你就可以看你要放哪裡啦 沒有人規定字不能那個嘛 可是問題來了 有沒有注意到 順序的問題 因為這個軟體有個好處 它右手邊 有沒有塗層的概念 所以呢 我們可以在這邊 調整一下塗層順序 按著 往下拉 有沒有注意到 有條紅色的線 放開 有沒有上來了 嘿 所以你可以自行再調整一下 大小我再變一下 這樣OK嗎 好的 我們就可以拿出來了 好的就可以拿出來 怎麼拿出來 但是你要拿出來之前 請你看一下這裡 因為現在這裡有沒有白色的底 這樣拿出去會不行喔 所以我們把底層眼睛關掉 有沒有看到變成透明了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 如果我們在搜尋引擎 Google裡面 如果你那張圖是有透明的 其實正常來講 應該會看到這個像賽車格一樣 只是我們現在這邊看不到 因為我知道有的螢幕是看不到的 可是大多數應該是看得到啦 所以 好了之後我就可以拿出來囉 怎麼拿出來 從這邊 儲存 好 先沒有權限 我就找桌面就好了 好 好 我找到桌面上 OK 你注意一下 這裡有幾種格式 各位有沒有看到我們熟悉的什麼 知道為什麼我們要打預防針了嗎 因為這樣的概念是不是都有了 你就知道你要選擇哪一種 事實上 老實說 PNG這個格式會比各位平常用JPG來的好 那你一定覺得有點奇怪啊 為什麼大家都用JPG 因為JPG會壓縮 所以以前容量沒那麼大 那當然我希望檔案是不是小一點比較好 可以節省頻寬啊 對不對 可以節省容量 但是呢 因為它有壓縮 所以每次壓縮 它真的會把一些資訊丟掉 所以你老是儲存 每編輯完就儲存JPG 再編輯完就儲存JPG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你的影像會越來越差 會越來越差 那我們用的 PNG啦 TIF啦 這些它都可以保留原始格式 也就是說它可以讓你影像維持原來的 雖然檔案大了一點點 可是你不會越編輯越糟糕 好這是等一下呢 我們要輸出的 就是用PNG 但是呢 如果你希望我下次這幾個文字還可以編輯 圖片還可以換 麻煩你要存一下它的原始格式 有沒有叫工作檔 這樣有清楚了齁 所以如果你希望以後可以編輯的 就好像你的order一樣 Office一樣 是不是原始檔要留下 才可以改 可是我要給別人 我就給PDF就好了 而且那個概念齁 你如果是變成其他格式這些 它全部的圖層就會合併在一起 就沒有了齁 所以你要拿給別人 我用PNG 重點來了 請問有沒有看到這裡可以保留透明資訊 對吧 我們就是要這個齁 如果你選了24就沒有了齁 好我就給它一個名稱齁 好 好 這樣OK了 所以現在我們回頭來 你應該知道我現在要去哪裡了吧 是要回來這裡 這個字我就不要囉 點到它我把它刪掉 好 我從這邊你看 因為我現在已經把它變成一個圖片了嘛 點進來 請問這樣有沒有進來了 你是不是就解決了你中文的問題 這樣OK 好 那就給各位稍微試看看喔 先找找看那個小驢子 那個小驢子 打開之後呢 你可以先從右手邊這邊 你可以先動作 我先 如果你剛忘記我怎麼做的 你可以再稍微聽一下 好 反正一定會的 就把老師亮在旁邊 不會的 再稍微聽一下 好 從這邊你可以挑好一個 你想要的文字的樣式之後 自己再加進來 然後呢就可以點兩下 來這邊選擇你喜歡的字型 好 那麼如果你需要有一些圖庫的 你可以從下面這邊 好 再把它找到之後把它丟上去就可以了 好 原則在那 我們是找什麼 盡量找就是已經有去備好的 好 大部分其實都是去備好的 好 大部分都去備好的 做好之後 記得一件事情喔 我們的什麼 底圖的眼睛要把它關掉喔 對不對 底圖眼睛要關掉 就做到最後啦 做到最後的時候 底圖要記得關掉 你如果沒有關掉 出去就是有背景的 好 有那個背景顏色的 好 好 那存檔的時候呢 要存哪一種格式 就是PNG 好 PNG 那如果你希望保留下來的 保留它的可編輯性的 就是要存它原始的工作檔 下次你就可以用Photocab再打開